大家好 喝点酒啊 唠唠嗑啊 很多人说我最近为什么老发火啊 说实话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为啥呢 自从我换了这个Gmail的邮箱以后啊 收到了大量海外给我发来的邮件 里边的信息很复杂啊 我看了一下 绝对是高能啊 有很多厉害人物啊 各大洲的这个 有些都是头面人物啊 都给我发邮件 也说了一些大家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的事情啊 我听完以后啊 心情很沉重 这点我觉得史栋啊 史栋夫妇应该了解啊 他们不也可以是吧 有邮箱吗 但是可能给史栋发完一份啊 又给我发了一份 所以史栋啊 你看到有些邮件啊 我也看到了 我非常能理解啊 史栋为什么现在对中国啊 非常仇恨 非常反感 要推翻这个政府 甚至要推翻这个社会 我看完了 我看完了 实际上 第一眼看完了 我也很气愤 说实话 我也很气愤 但是我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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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史栋啊 史栋啊 史栋你们夫妻俩还想想 我比你们还要冷静 要冷静 我看到很多那种以后 我冷静 我又重新思考 很多人也跟我说过啊 嗯 所以我说我做这个视频呢 我知道最后啊 这个视频或者这个频道 会把我抽干 你们给我越多的信息 嗯 第一是帮助我的频道 另外一个也是在改变我的思想 也想改变我的思想 我呀 有确实看到你们报的这些信息 我也不否认 这些信息啊 都都印证了 都成真了 所以我也不能说 你们信息是假的 这一点我公正公正 客观吧 所以我跟那些五毛啊 还是有区别的 有一些五毛呢 他可能啊就是 就是 爱这个国 爱这个党啊 爱的太深了 有自己的目的 我也不反对啊 这是人家的目的 但是我说过 我是有独立思考的人 所以你给我的这些料 我也感谢你 不管你抱的什么目的 你最后目的可能要是分裂中国 或者是要把中国怎么样 我也感谢你 你抱的东西是真的 因为这两天的新门都已经印证了 你抱的东西都是真的啊 所以兄弟我也感谢你啊 你看来你是能人啊 可能使动啊很多料也是你给的啊 你也给我了你瞧得起我 那么你啊你这个目的我也能想象啊 你希望我像使动一样啊 仇恨中国 每天抱中国的负面新闻 但是兄弟我也告诉你 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啊 这个中国人呢 还是要帮着中国啊 帮着中国 我之前讲过啊 共产党再不好 它也是一种制度 你先不要这么想象的就要推翻的 是不是有道理 因为你要给世界一个多样性 哎呀 很多人也跟我说 说 怎么说呢 就是你替现在共产党说这些 结果共产党在中国啊 欺压着百姓 看看那个什么许可欣 现在许可欣是不是也没人提了 许可欣那些资料你不也发给我了吗 我也看了 父母确实是高官啊 这家亲戚都是高官 也都是大官 但我觉得是中等官员 还不算大官 真正大官也不可能是那种公派留学 你都不知道的啊 这个我知道 但是他确实是 有一定这个官员背景的呗 这个不否认啊 你给我这些材料都是真的 我不否认 这个许可欣的做法呢 我也反感 所以我也不支持他的说法啊 什么的 网上去互相之间骂 可能你的意思呢 也让我看一看中国的真相 可能猛料在后面 但是你给我这些料呢 可能使动也看到了 那使动有行动了 他去做 他要推翻中共 要给中国这个给中国那个 我呢 我呢还是有我自己的啊 怎么说呢 世界观 所以跟我啊 咱也不是仇人是吧 我也说了 我不反对任何制度 你们的制度 说白了 我也不反对 挺好啊 不是他喝点酒交流交流嘛 兄弟 不是啊 你们都是能人啊 你们都是能人 嗯 你们也看到中国里边的黑暗里面 我也看到 我之前讲嘛 我在北京那个 叫什么 白石桥的派出所 让人家当那个什么 当外地盲流的一样 站就站俩小时 不让坐 不让不让蹲 不让上厕所 专门人看着 我是去调解的 还给我弄成那样 因为我不是北京户口 这就是北京 北京警察 对外地人态度 是不是 所以我当时啊 也对共产党 对这个国家 我也失去信心过 但是我为啥不反共呢 不像后来很多人 开始反共呢 因为我是有自己的 有自己想法 我一直啊 我我反共其实很容易啊 我就骂呗 跟你们一样骂呗 陈秋实也是骂 但我觉得这样帮不了中国 帮不了更大 因为我我的想法是 站在你们所有的这些制度之上 比你们好像高一层 因为我看到了恶呀 共产党的恶呀 所有老百姓都看到过 他干过好的 同时他也做过恶 这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他这种制度最后就是这种 那这种东西你就完全否定他 你站在我这个更高一层子来看 实际是对什么 对世界 对全世界老百姓不公平 有全世界都一种制度了 还是我之前说的 人类很危险 人类一定要第二 要第二套方案 咱别说第三套方案 必须要有一个备用方案 那世界现在看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 还有一些这个非洲兄弟 我也谢谢你啊 你肯定也是在非洲的撬处了华人里面 非常感谢啊 你给我发那么长个邮件 我在非洲我也待过几年 兄弟我也待过 我之前给你看了吧 埃塞俄比亚 所以非洲的情况我也了解 你给我写那么长那个邮件 我也非常感谢你 说了很多这个非洲当地的情况 我都知道 非洲那些华人啊 怎么经商怎么换汇 怎么用黑市倒外汇 是不是 把这钱倒出非洲 我以前都了解过 我在当地挣的钱 最后怎么倒出去的 是 可以拍电影了 可以拍电影了 大家都不知道 在非洲国家你挣了 挣了当地钱以后 你得想着很多办法 把那钱呢 汇到国外去 那绝对是个难事 但是咱中国人啥也不怕啊 所以啊绝对可以拍个电影了 所以懂非洲的各位兄弟 你们都能知道 所以你跟我写那个邮件 我一看就能看明白 写的非常怎么说呢 也非常认真啊 你肯定是非洲 当地的翘楚啊 常年在那里 如果我看你的信了啊 兄弟你让我回复 我看你信了 如果啊 你同意我可以把你这封邮件 我在所有的咱全球华人 匿名啊匿名 然后我给你读出来 也可以做一期节目 如果你同意的话 你同意可以给我发邮件 你说你同意啊 我就给你那邮件读一下 让咱们世界华人 是吧通过这小平台 也要了解了解非洲当地的情况 到底华人是个什么情况 我这事有啥也不怕 是吧咱就说一说 我这个还是之前呢 我有世界观 所以啊 我有时候被这个共产党欺压 被这帮警察欺压的时候啊 我能忍 我想到了全世界 因为我是从国外呆过 我不反对任何外国人啊 外国人里有对我和好了 我感激他一辈子 是吧他长的也不是黄种人 人家就是外国人 白种人也好 黑人也好 对我可好了 所以我的内心呢 没有那些民族主义 我啊也是觉得这个人类啊 咱们确实为人类这个大的概念要想一想 这是习近平说的嘛 是全人类福祉嘛 所以有时候我被北京警察欺负 你看我也不知事 是吧 但我也发牢骚 但是我也不会像史东啊还有其他人那样 要推翻什么什么党 是吧 天天造什么谣位推翻这个 你们要干你可以 你们是你们自由 我不可能那么干 因为我知道 这个世界现在就剩着在一个不同制度了 其他国家的制度都跟美国差不多了 这是要完蛋的 对人类来说这是完蛋的 所以我说了我就一个小空交民 我能守住这小阵地守住的一下 就给人类啊最后留点希望 你看看电视台那些央视主持人 他都守不住阵地 这一个小病毒来了马上央视那些主持人有 该投降投降 是吧 该裸奔裸奔 裤子都掉一地 炸个领带 裤子掉一地 所以说这个小病毒让很多人露了馅了 他们自己的世界观暴露出来了 人家都是大咖 咱这个就是一个老百姓 我有我自己的主见 有自己的世界观 你说的也对 共产党里边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 这个是任何 西方也是有好人也有坏人 所以啊 我也说了西方人里边也有好人 美国人里边也有好人有坏人 所以我不反对任何人也不反对任何民族 反对任何国家 我呀 希望更客观公正的咱们中国人呢 能在这个世界上和全世界人 别犯大错误 这个全世界 皈依与皈依一种制度 就是个最大错误 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你们 你们是一直在发邮件给我要说服我 想让我像史栋一样改变态度 我说过你们发的事实 确实是事实 那共产党确实有些人干的不地道 干了很多坏事 我说过最后有 有老天爷收他们 他们干的这些坏事 有老天爷去收他们 交给老天爷 交给历史去 去评判 去审判他们 我说过没有人会逃脱历史的审判 说的够明确了吧 但是 审判的他不是我 也不是你 交给历史 交给全体人 全体地球人 全体中国人 去审判他们 做的好 鼓掌欢迎 做的不好 退出历史舞台 有他的规律 我对不同政见的人 是不是 也不是说好像就是个 一定要打压子 我就是就是就是论事 就是你的理论 我说出我的态度 是不是 所以你看我跟史栋俩人 是不是都想着同一个人呢 史栋你别误会啊 不是想你老婆 都想的同一个人吗 想的是中国人吗 是不是 那史栋也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 那同样我也说 中国人也不能受欺负 但中国人 也不能被世界就这么打压下去 我觉得史栋你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 你做视频也应该改一改 别老看那些人 人家给你发的这些 确实是事实 确实是事实 所以呢 我说了 互联网上有你们这些爆 爆这个黑料了 同样也得有我这边 就这个世界不能太过激 你们爆他们的黑料爆了很多 但是一旦把他们真正赶出历史舞台 对人类也不好 这个就是历史事实 由人类 由人民去审判他们 行了 共产党咱也不多说了 说完了也去喝茶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过吧 我也不批评史栋啊 什么也不批评什么 这个这个被抓进去的那个什么 咱那黑龙江老乡 陈秋实 我批评人家干嘛 人家有人家的理想 很多人说你怎么跟陈秋实一样 我怎么说跟他一样呢 自由言论这东西到哪都能说出去 言论自由啊 还是我追求的 就算你拥护共产党 你也得让言论自由 不是 所以我说这一点我和陈秋实啊 是有共识的 但其他点我们可以互相讨论 骂也好怼也好 他说他的理 我马上出个视频怼他 就这么回事 也不是为他 稳身对他人身有什么攻击 我希望给这些观众啊 在他 带片的情况下 往回拽一拽 你们自己也思考思考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世界 你才能睡好安稳觉吗 如果我要没有这个世界观呢 就你给我发那些视频的 你知道不知道 我就变第二个使动了 我可能坐脚比使动还要激进的 但是我有世界观呢 我看了那些确实是 那我大开眼界啊 爆那些料 哎呀 都有一天吧 等有一天我真正 等我也移民了 或者跑国外了 就能说了 现在也不能说 是不是 也没啥 其实也没啥 人之常情 哪个高官不为自己 不为自己家 不为自己人 还是交给历史 交给人民去审判 甚至交给共产党 他们自己会处理这事 不用咱们想 谁都逃不了历史的审判 今天就落到这吧 反正我的意思也说明白了 中国也不用不像你想的那么好 各位五毛战狼 你们也自己 别太幼稚 有一些人叫你们是不是 叫你们是同志了 是不是 金灾荣呼叫一下 你们都高潮了 没必要 金灾荣他也知道这个 中国的真相 但是他有的也不告诉你 所以我觉得金灾荣这点不地道啊 但是金灾荣我也不反对吗 目标是好的吗 是不是金老师 目标都是为了中国好 但是你共产党有些事 咱们也要说 也说确实干的有些 有些过 所以金老师呢 也都明白 都是成年人 但我觉得金老师啊 咱就别忽悠这帮五毛战狼 跟着你一起 叱咋风云了 公平一点 客观一点 忽悠起来大家 结果最后看到一些黑暗东西 太伤人了 所以呢 我觉得金老师啊 五毛战狼啊 有愿意跟金老师一起 喊的我也不反对 人家自由 有人骂五毛战狼 我也反对 那是人家自由 我希望我这边呢 就是平淡的看这个世界 啊 站在你们这两个主义啊 那民主自由 集权主义 共产主义上面 我站在上面 我来平衡这两个主义 看谁太过了 往回玻璃玻 现在是什么 自由民主太过了 都太多了 骂共产党呢 所以我现在必须得什么 往回稍微转一转 等有一天啊 共产党这个制度啊 充满全世界了 那我也得替自由民主 往回拽一拽了 但是我觉得那一天还早得很呢 现在好像共产党这个制度 就这几个毒苗了 说的够透了吧 所以啊你给我写那些邮件啊 非常感谢啊 我用这么长时间也回复你们了 各位给我写邮件的兄弟 谢谢你们啊 你们都是翘楚 但是我有自己的世界观 我觉得我这个世界观 相对来说算客观 是吧 我也不舔共产党 也不舔共 像是说我舔共 和五毛战狼一样 但我也不希望 你们骂五毛战狼 虽然我不是五毛 也不是战狼 没他们那么幼稚 金太荣一忽悠 大家都成五毛 都成战狼了 是吧 我还没那么幼稚啊 可能我见的一些事 想的东西 可能比金太荣要深一点 嗯 所以啊 我也不说金太荣怎么样 就各为其政 各有各的这个思想 所以呢 不说好坏 我还是希望啊 这个更客观一点 免得伤了自己 你太激进 有时候啊 真容易伤害你 还是最后吧 希望这个国家好 啊 不管你看到什么 只要你最后目的是 为了这国家好 我都能理解 我也支持你啊 哎呀 行了 还是所有的啊 希望这个国家好的 这些网友 咱们加油